我們一般就是燙鍋菜的時候 它的頭一定是較慢的 較慢切對不對 老師一直要整綁下去喔 對 就是這樣頭先下去 頭讓它先軟化 我以為要切一切 切一切的養分更會流失 所以它是先靠再切 是 沒錯 一般的日本料理店 都是這樣子燙的 好 好了以後呢 來 我們現在把它放下來 好 這個大概就是一分鐘 一分鐘就好了 好 你看我們剛剛燙這個 非常快對不對 對 如果說我今天我想要 就是不是這麼快速的要做的話 你用冷開水來泡 你千萬不要就是熱水泡了 然後你去做你的事情 它就會太過頭了 這樣就化掉了 太過頭了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好 而且邱香老師只是燙一把青菜 我都覺得好好吃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就有被加持過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把它擰乾 所以很燙你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沒辦法去擰它 所以我們先把它泡到冰水裡面 好 所以高手是真的高手 因為有很多PayPal的對不對 對 是 這個呢 在日本料理店啊 他們是在 還是那種切仔麵有沒有 它在切在賣的時候 還賣得很貴 你自己做是現在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整張這樣 對 一把是不是 所以你就用這樣子擠壓就好 你千萬不要像那個 在鑽衣服這樣鑽衣服 鑽衣服 對 你如果這樣子鑽的話 它就會被爛掉了 你看它真的很嫩 好 這樣子很漂亮對不對 好 那我們呢 在切的時候 因為這個頭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千萬不要丟掉 那我們都不能跟媽媽搶耶 都要給三個那個 鑽衣服媽咪吃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說 它會比較不好看對不對 對 可能沒關係 它營養就好 我們注意 對 就這樣子 我們在切的時候就是說 比較醜的部分就放在下面 對 然後這邊就都漂亮了嘛 好 所以要燙好再切 這是訣竅 因為小七小的真的差很多耶 這很多 這擺盤也漂亮 好 就這樣子 好 然後呢 美味加分 對啊 海帶牙鋪上 海帶牙鋪上來 好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醬呢 我們一般就是一個 你去就是超市買那一種就是 一包一包的 昆布醬油 昆布醬油 然後你加一點點香油 然後呢 灑上一點那個 海苔香鬆 對 也很OK 提味 是 好啊 漂亮耶 很快吧 很快吧 真的 我這一次吃哏耶 你看吃到哏咽了你 對 真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把唯一的三個哏 就分給今天煮媽媽了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可能會苦 但是它完全不會 它有一個清香的味道 而且 好脆喔 真的 真的好吃嗎 都有咔滋咔滋的味道 太好吃了 謝謝秋香 太好吃 謝謝 好 接下來懷孕期間 還有哪一樣是必備的營養素呢 杰玲 懷孕期間媽媽有沒有常常覺得呢 好像 或者是骨頭會嘎啦嘎啦的響呢 那你就要小心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缺鐵 或是鈣不足的時候呢 你小心了 寶寶可能會心臟有異常 而且呢 生長會遲緩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樣的症狀呢 就是第一個是 常常頭暈 而且會疲倦 第二個是常抽筋 以及你的體重飆升 哪有 真的 鈣不足也會體重飆升 本來就體重飆升啊 真的耶 所以Vicky 你有再特別補充鈣嗎 鈣有 我之前在節目上 這個節目也有介紹過 對 我就吃這一瓶就鈣片 對 結果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前三胎我都蓋不足 所以我會半夜的時候 會突然抽筋 對 抽筋很嚴重 對 然後因為前三胎 我先生都會都在旁邊嘛 然後半夜抽筋的時候 大叫的時候會有人幫我按腿 對 可是就是這一胎它是在外面工作 我一個人 一個人抽筋 對 所以我只好靠這個鈣片 還有我滿常 最近滿常 每天幾乎就一根香蕉 然後我想香蕉裡面 也有很多的鐵跟鈣吧 對 那可是你有這些症狀嗎 頭暈疲倦 會 可是體重我覺得你們三個 都算控制得很好 可是我這一個月跟上一個月 我突然就飆升三公斤耶 一個月 對 三公斤是不是有點多 很多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飲食的關係 因為我 胃口有突然變好嗎 沒有 可是我以前不碰甜食的 我這個月就是開始吃完東西之後 會想來點甜的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讓我體重會覺得 突然飆升 那Evy呢 我也就是每天有補 可是我覺得可能還是不夠 因為我看這些症狀 因為我是 我很喜歡吃花椰菜 對 然後我好像花椰菜裡面的鈣 還滿多的 那我也是吃鈣片的 然後也會喝鮮奶 對 那然後優格也滿常吃的 對 可是我還是很常 我現在就是頭暈暈的 對 我今天 因為最近睡得不好 所以會影響 然後又要帶小孩子 要做家事 就變成每天就像一個殭屍 走來走去的樣子 精神感覺不正 對 然後這一胎 我比較早開始抽筋 然後我上一胎我是好像 妳現在不是才五個月 對 她剛剛在跟我聊的時候 就開始抽筋了 我上個月 我上一胎是七個多月才開始抽筋 我也差不多七八個月 對 我也是後期 然後我這一次是這個月開始 然後我覺得真的可能 可能是水喝得不夠 蓋的問題 然後可是也睡覺不好 我覺得都有關係的 但是可以確定是妳沒有體重飆升的問題 她沒有 妳知道沒有 可是我懷孕 我第一胎也是這樣 我懷孕會一樣的體重很久 然後一個禮拜以內可能會跳一公斤 然後這樣就是會這樣很久 就是可能兩個月就都一樣 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也不算飆高 對 小可也很...維持得很好 怎麼這麼羨慕 我其實疲倦是第一胎的時候比較多 就是我大概十二點...八點多起床 然後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就一直昏睡 昏睡到五六點起來吃飯 然後再繼續昏睡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鈣鐵會影響到頭暈跟疲倦 但我知道抽筋是會 因為... 妳現在開始抽筋了嗎 沒有 我現在還好 因為我現在吃... 我不吃鈣片 我吃鈣粉 對 為什麼... 粉比較好吸收是不是 比較好吸收 而且有人跟你說嗎 是有人跟我講說 他們有聽過就很厲害的鈣粉 是你馬上沖了水之後 直接喝下去之後 會讓你的當下抽筋的情況改善 馬上改善 但是不會到完全快 我覺得可能會比鈣片好很多 應該試試看 對 所以後來到第一胎的後期的時候 我就吃鈣粉 然後這一胎就是一直都吃鈣粉 我都沒有吃過鈣片 所以到現在九個... 快九個月都沒有抽筋過 問一下這個營養師喔 這個體內的這個鐵不足跟鈣不足 跟這些症狀都有關係 那這些症狀也甚至會影響到嬰兒的心臟異常 甚至成長磁緩 對 因為其實如果孕婦她本身缺鈣缺鐵的話 尤其是鈣的部分 其實它會影響到寶寶心臟跟神經的一個發展 對 因為其實我們心臟的一個節律的一個正常 跟我們的一個血液凝集的一個能力 其實都跟鈣有關 所以如果剛剛你鈣不足的話 就會引起這些問題 而至於鐵的部分 如果鐵不足的話 其實會導致寶寶的一個 算是發育的異常 甚至 對 而至於說 像媽媽的這些 懷孕過程的一個症狀 第一個其實頭暈疲倦 這個非常常見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 比如說有些貧血 比如說中度貧血 因為它貧血有分程度 比如說中度貧血的話 其實比如說 包括我們的臉色蒼白啊 或頭暈目眩啊 甚至容易疲倦 這是都非常常見的 如果你的貧血再更嚴重的話 包括血色素也偏低 因為會抽血檢查 血色素偏低的話 其實甚至會有呼吸困難 而且其實長時間 如果這樣很嚴重 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話 其實你會導致你子宮 血液的一個缺氧 其實會影響到寶寶的一個腦部 以及其他器官的一個發展 所以也可能會跟 是有關係的 對 而至於說 鈣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很多媽媽 其實大部分都會有 抽筋的一個情況 只是 早跟晚的一個差別而已 而至於說其實如果你懷孕之後 你的飲食是正常的 沒有特別去補充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會缺鈣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正常人一般的鈣 大概是 1000毫克 而至於說媽媽的話 是要提升到 1200毫克 所以如果你的飲食 沒有特別補充鈣含量多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 然後再加上可能 因為懷孕過程中 其實寶寶越來越大 其實很多孕婦會有所謂的 其實這些問題也都會引起抽筋 或者是下半身的一些 不是的一個感覺 而且其實尤其是 為什麼抽筋常常會在晚上 因為晚上其實 我們荷爾蒙的一個 變動是比較大的 這時候我們血液裡面的 鈣濃度是最低的 一個翻身 一個動作 就抽筋了 對 所以其實這都是 運氣抽筋非常常見的 對 而至於說 跟體重標準 其實我覺得 可能不是只有孕婦 其實一般人來講 如果像英國之前有研究說 如果你長時間缺鈣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是 跟骨質素中有關 其實如果你缺鈣的話 我們身體會自然的反射出來 你想要 所以其實缺鈣 有可能是跟你體重 肥胖 過重 其實是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在補充任何的東西 要教大家 不是說你拼命去補 其實任何的東西 都要有它一定的一個量 對 而至於我剛剛講說 一般人是 那媽媽的話是1200毫克 如果你補多的 比如有些人 鈣片當什麼 一般的藥品在吃 就是拚命的補 其實你補多的 其實鈣如果我們用不到的話 它容易沉積在我們 胎盤的血管壁上 容易導致 徐超可懷孕失智 竟然忘了回家的路 忘都忘去到一個極致 就是我老公常常在 忘了老公是誰 不會 不會 這還好 這還好 這到目前沒有發生過 但是最誇張的一次是 我拿藥紙到我們家 然後拿藥紙開鎖 開了半天開不了 結果最後一抬頭還發現 不是我們家 不會 好奇怪